コイン 各位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今天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講的是Monte Carlo第五章 第五章主要是 以後我們這邊負責 那之前我們去找一些例子 或者是後來我想一想 就是從 因為第五章本身是講IL 然後他apply Monte Carlo的方法 要怎麼去用在IL 後來我會想不想 因為我從蒙迪卡羅這邊出發 然後我覺得我看一看才猜 其實我們一直在用蒙迪卡羅的東西 只是我們自己並不知道而已 他偶爾發現他居然在數據上有一些有趣的利用 還有一些就是我覺得在可能在書上的 有一些可能他推倒 或者是他演算法實用可能沒有 那我找了一些資料 我覺得那邊也可以做一些普通 我覺得如果有問題 那我覺得可能大家也會在那一個階段 從那一步到那一步會有一些問題 那有一兩個地方也算好沒有看懂 我最後就想跟大家討論 那等一下我大概可能講完以後 再請一貫針對整個課本 那時候我們可能可以比較free 他一邊講一邊 我們用比較討論的方式來做這樣 OK 好 那我是Larry Larry Bo 那可能我主要在Deep Learning 1的 結成功制度會上社長上發言 FB我的名字叫做國中線 如果大家有什麼相關有趣的題目 我也很歡迎就是一起來互動這樣子 那我看的資料主要是 當然是Sutton 然後David Serer 然後有一個影片是 我覺得還蠻直覺 所以我有把它列出來 我之前還有看過 就是有一個印度的 就是他的口音很重 但是他在解釋 就是Important Sampling 他解釋的還可以就是怎麼樣 從Monti Carlo的Important Sampling來看 L怎麼發 我覺得他講的就是還蠻直覺 然後我等一下也會一起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先撿一些recap 就是我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在看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是L 他講說為什麼L有那麼多的Ugurism 其實他不像CNN CNN大概或者是RN 大概就是那個演算 Idle有好多Ugurism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最後好像那一些 我自己覺得就是 例如說這些Ugurism 我這個Ugurism我們要知道 例如要從Class1到Class2 就從一個State到另外一個State 我們需要知道它的機率 實際上現實社會裡面 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根本不太清楚它的機率 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然後Event是像這 我們要需要知道從這個點 到就是下一個 那可能0.4的機率 就採取這個Action有0.4的機率 到哪裡採取另外一個Action有怎麼樣 那我們其實在現實社會 其實都沒有這種東西 那我們最後想得到一個Ultimate 一個Pause 就是整個排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個東西 這個波子很快的帶過 那事實上我們其實蠻難得到這個東西的 就是那我們希望得到這個UltimatePause 那事實上 那我們有一個叫做GPI的時候 我們先做Evaluation 然後再做Improvement 然後慢慢的一次一次的跌代以後 我們可以得到最後我們想要的一個Pause Star這樣 但是這個所有的假設裡面 我們都需要知道前面對於環境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Fully Knowledge 我們的Embriament 那事實上我們並沒辦法得到那樣子 所以這開始產生了所謂的Ponte Carlo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Ponte Carlo其實我們一直在用 那只是它這個名字就是 其實它很單純就是 它就是要怎麼去估計一個Fx的一個期望值 假設這個X是來自於一個分布 是P的這樣子的分布 那當然是這個分布它可能 那如果是Discrete的時候 它是Summation 那如果是連續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一個積分這樣 那其實Monte Carlo的方法非常簡單 那就是我們就是抽樣 抽樣以後取一個平均完畢 整個就是一個這樣 這是一個很直覺的一個方法 也是那這樣的方法裡面 它 對不起 因為昨天晚上如果有人聽過 那個可能會再聽一次 但是我盡量講的不太一樣 讓各位有一點點新鮮度這樣 OK 那它這個Snhat 這個它是有 第一個是它是一個unbiased 我們知道就是exploitation 就是會等於我們所想要是 unbiased 還不錯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它有一個addition 它這樣表達我覺得不太對 它叫做這個上面寫的叫做almost sure almost sure就是說我的機率是1 我就用n大親近於無窮大以後 幾乎就是機率是1 它會converge到s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所謂的一個大數法則 不管你的excelon就是有多小 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你用monte carlo的estimate 去估計本來那個值的時候 它實際上它比excelon大的時候 它機率是0這樣子 就表示說almost sure 這個東西會happen這樣子 almost sure 那我們ok好來看一下就是monte carlo monte carlo這樣子剛剛那樣沒什麼趣 我們就來看一個 它用在數學上面就是說 我們知道normal 01 如果你要去看到這個 譬如你有這個沒有發現 假設這個x是大於3 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其實它是比較 它是在三個sigma以後的東西 它是01嘛 所以你若是要找-1等於3的話 是在比較後面 欸我要是算這個機率 等於是要算這樣子的一個面積 ok好 那我要怎麼算 我去算基本機會不會啊 那你跟我講說我要怎麼算 好 那其實這個x大1等於3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機率 它其實on the apparent它可以說 欸我去抽樣出來 看看我從這個normal 01抽樣 然後我就是一個有一個 我這個fx是一個index function 就是我突然看它是不是大於1等於3 就是如果是的話就是1 不是的話它就是0 所以它整個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可以變成是這樣子的一個算式 那其實它這個就是一個exploitation 這個fx變成i x大1等於3 x是從m01 欸這個東西出來 這個東西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n分之1 我們就可以抽樣 抽一大堆的量這樣子 就是用n分之3選n 然後就是大於等於3這樣子出來做 然後我們就得到這樣子的一個機率 當然的機率就是它的一個面積 就是我們想要的這個東西的一個面積 所以一個一個數學的一個本來 一個數學的計算 變成是一個抽樣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那昨天晚上有一個講到一個pi的計算 他說這個pi的計算本身是一個分之卡龍 那我後來今天講 我想說稍微用一點點就是 一點點數學 一點點概念再把昨天的東西 再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計算這個pi當然就是 這個是01 這個整個面積是1 我們可以當作這個是一個分部 這是一個面積 這是一個二維的一個密統的一個分部裡面 我們就要去找到這個部分的一個面積 然後把這個面積成4 這就是pi的一個值這樣子 OK 好 那他們圖畫得很好 所以我就把它圖就是偷偷剪出來這樣 那其實上就是四分之一pi就是這個裡面的面積呢 那事實上假設這個target這個面積 所以我們把我們叫做a好了 這個targetary 事實上因為uniform分部 所以我就是積分就是a 然後dxpy 應該是這樣 沒錯 如果有錯跟我講一下 然後就是我可以用就是 變成是一個 這個叫做indicate function 還是什麼function 就是我就看看這個到底是a 然後我積分是積分所有的 但是我要看這個只有在a裡面我才是1 在a外面我就是0這樣子 然後這個會變成一個exploitation i xy屬於類 那xy的抽樣就是 我從這個面積裡面隨便去抽樣出來 但是它如果是在外面 它就是它值它就會省一點 所以我就可以用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抽樣這個東西 我來看就是說 那這個值就是到底是多少量 那你抽樣的時候你就可以用 譬如他們講說這個點數的 譬如說因為它這個距離到連點距離都是1 如果超過1它就是在外面 小1等於它就是在裡面 透過這樣子來做就是經過一個打數 那等一下我會有一個實際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程式小小的程式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很簡單 那你不要這樣子 他說我們看一個 我後來在影片看到這個東西 這好像是一個碎形那樣子 另外就是說一個碎形 假設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2到2 這邊-2到2 所以整個加起來就是一邊長是4 4 4等於16 我們知道這個面積是16 但是我們想知道在這個裡面的一個面積 我們要怎麼算 OK 好 那一樣就是 這個S是我們想要的 這個A是total的 OK 好 那一樣就是我們一樣是 exploitation X屬於S 我們X是從這邊所有的東西去抽樣出來 然後一樣我們是用莫迪卡羅的方法 就是三分之一這樣去算 然後最後你去算說抽樣出來的幾率 裡面屬於就是都在這個裡面幾率是多少 最後再乘以16 那你就得到就是這個的面積這樣子 所以本來是一個很難算 可能就是一個在屬於上很難算的一些基根 或什麼一些動作 你就可以透過莫迪卡羅的方法 用程式 用大量的 用程式 用電腦的大量的運算 去把這個值算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抽樣子 有什麼抽的方法 就選擇抽嗎 Random 就是你uniform二維啊 那你就可以隨便去抽 對 那你抽一抽看看這個有沒有在裡面 那所謂在裡面你需要知道 它其實它是在裡面還是在外面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那個 對 那你就是抽樣子 就像說這個在這裡面 你要知道說這個是在裡面 還是這個是在外面 你要有一個判斷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那就是在我裡面的數學場面 我不曉得就像莫迪卡羅可以apply這樣之類的一個 那事實上莫迪卡羅其實我們一直在用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beam learning裡面 adjective function 我們看到這麼複雜的東西 那最後你其實實際上看到程式 你其實都看到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你所有你看到的程式 不管是tf.reduce mean 然後什麼什麼的 其實你看到的都是這個 你看到所有看到都是用莫迪卡羅的一個方法 然後game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本來應該去就是minimax這種東西 最後其實其實我們是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也都是同樣都是莫迪卡羅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說實際上因為我一開始接觸 說實際上我念書文系一開始說 你怎麼期望只都用這樣子來做 我一開始很難接受 我說你這樣子 當然我尊敬這個大數法這可以 但是你每次都這樣搞可以嗎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覺得ok 真的可以這樣 好 那我們ok 剛剛已經講完就是莫迪卡羅的東西 我們開始來link to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reinforcement最重要的時候 我們也想要計算這個vpi s或者是qpi sa 記住就是這裡有一個exploitation 那exploitation基本上就是其實也是一個 他這個寫的看起來有一點好像很厲害的數據 其實他也是1分之1的summation是什麼 那只是這個n因為他就說 你這個tau s就是所有的你有到 s這個state的一個集合這樣子 你看看你有幾個這樣子 因為這個g你在每一個timestate都有 只是每個timestate不一定會到s 然後就是有到s的我猜訪 他就是加起來 出起來 其實跟我們講的1分之1的summation 其實是一樣的一個東西 ok 好 你就覺得這個好像也沒那麼厲害 這個也沒什麼 然後這邊他舉一個例子 這看起來畫畫起來很複雜 其實也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說這個4跟20有到s 所以這個tau s其實就只有2 其實這個是terminal 就是最後結束的一個地方 terminal我先不用管 然後我們就說他就是只有兩個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說其實你也可以看說 就是summation n分之1的gm 反正n就是都有到s的 我是特別把這個小s出來 就是說都有到s的我才把它做一個mark這樣 那就是因為上一次在fb裡面我回答錯了 所以自己存放 我再把這個題目其實自己再做一次這樣子 ok 那這邊有所謂的first visit跟every visit 那請問為什麼every visit是錯的 不是錯的就是他有一些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first visit就是說我們第一次到a 我們開始算了 這邊到a開始算了 ok 好我們知道的first visit every visit就是a這邊算一次 這邊又到a我們又再算一次 這邊大概我們再算一次 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問題是說你這個sample 你就是算了三次 ok 你就是他都在統計學上這個是 好像就是這個就是你並不是一個 可能不是IAID或者可能不是什麼類的 因為你生活你有重複被使用的一個現象 但是後來可能在後來的chapter 他可能every visit有一些什麼好處 但是我現在還沒辦法 我只是說so far大家用的是first visit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ok 好那我說我要自己反省 所以我就是這邊va 所以他有兩個嘛 這第一個trajectory 這第二個trajectory 他有兩個trajectory 就是有兩次的軌跡的動作 有經過a 那當然你兩次 這一次的值加這一次的值加起來除以2 所以下面有2分之1 這一次的話一開始是3 從3開始3加2 減次加4 減3最後 然後再加上後面這一個3減3 所以等於1 所以這個h等於1 b等於3這樣子 ok 好 這個是我的分型這樣 ok 那現在回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想說我們要算的是 就是explication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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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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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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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方法 去讓整個就是可以更順或更好這樣子 ok 這個就產生出來叫做important sampling這樣子 那它其實它也很簡單就是 就是本來是我們這個 exploitation是1fx乘以px 那沒關係我就兩邊各乘以qx 因為可能這個就是e 我就是兩邊就是除那變成是這樣子 其實這種手法你如果看一些 paper 最近可能陸陸續續以後很多都是這樣子在做 然後尤其是在做 policy gradient 它有時候也會上下乘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從積分或從smition會變成就是一個exploitation 有時候它從積分變成exploitation 然後變成是一個smition 那你gradient本來在外面就可以拿到裡面去了 所以它有一些就是 你會看到陸續看到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ok 好 那我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ok 當你有這個當你每次只要出現exploitation的時候 你本來是p 我現在變成抽樣 我現在用從q這個東西出來做一個抽樣 那我就可以用n分之1這個東西出來做 那本來是從p 我就是從q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來做一個呼籍 那大家就很開心 那就是說這時候也不管你p什麼 不管你q是什麼 那就是只有一個就是最重要就是說 當p有值的時候 q一定要有值 不然的話 你可能p有值 q沒有值 就是q值等於0的時候 你會出現分無值在0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那ok 這邊的話就是 反正就是再數明它叫做 ordinary important sampling 但是給另外各位一個詞叫做 這個可能是叫做 normalized importance sampling 我等一下會講unnormalized這樣子 因為可能如果用這個的話 可能你不一定可以search到很多的東西這樣子 你可能只有跟這個書有相關 他才用這個詞這樣 那我有一個q 等一下我可以來這個東西 就是 ok 那這個有一些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快 應該還好 如果 ok的話就是 就是 如果 好 那如果說 他這裡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雖然p跟q可能都有值 但是你如果這個相乘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值的話 你的variance乘出來的話 你會變得就很大這樣子 就是一個be number 不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assume q跟q都是一些機率 那有時候 有時候其實我們想從一些 我們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素顏 但是有時候會想把它 因為機率的問題就是說 它基本出來它也等於1 那有時候我們想從一些 比較更抽象更廣大的一些 我們不要放我們去 是不是有些程式 就是有一些方式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這是我的理解 他為什麼要這樣幹 就是 就是說 它基本上積分是等於1 但是 就是我們更general 就是tq 我們就有p tilde q tilde 我們不要去做normalize 因為我出於 我normalize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 我假設這個p 這個是一個積分值 我知道這個積分值是一個finite 它沒有到無窮大 但是我不一定可以算得出來 whatever 我並不需要一定算得出來 我知道我的p是長這樣子 那我p基本出來就等於1 對不對 就是假設我的zp等於是它基本的值 我知道這個值存在finite 但是我不一定可以算 I don't care 就是我知道它就不是無窮大 那用這個來做成的 用這個p tilde做成的p 它基本上記不出來是等於1 q也一樣 ok好 那我這時候我就可以把我的p跟q 我就完全就是 在更generalize 我可以更放大這樣 我的p是長這樣 我q長這樣 這邊先跟各位 你自然zq轉過去 這邊轉過來 zq就是變成這樣 zq變成這樣 因為等一下我會用到這個式子 所以先跟大家看一下 ok好 所以我本來的exploitation 我可以把 本來是xzpz 我本來qz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 因為這個p 我就用這個東西帶 q我用這個東西出來帶 ok我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就是用q的p p用zp跟p tilde q用q tilde跟zq這個應該還好 這個是這個式子 所以我等於 然後我就可以用 一樣是用莫迪卡羅的方法 我就可以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好了 現在就是說這個會是什麼 這個它是一個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沒關係 但是 那這邊它又把它顛倒過來 就是zp zq 沒關係我們這個是一樣 就是zp就是這樣子的動物 zq分之一 我們剛剛也在上面 我們有這個它是q除以q tilde 所以zq分之一 所以q除以q tilde放進來 所以它變成是summation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這個是1分之1的summation那邊 然後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跟這個是等於是一個導數 所以把它放過來 那n乘跟m之1就是笑掉 所以你就看到它變成就是一個這樣子 所以ok嗎 如果可以本次上座的事情 就那個div learning那一張 他的這個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div learning17這樣 就昨天那個的 他其實有一段就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impose 只是說我嘛 就是說因為我之前一直搞不太清楚 他就是這段式子到底怎麼來 就是說ordering17 我們知道是m之1去做 我知道就是他怎麼去推導到這個 我不太清楚 其實各位回去再用看一下 就是看我 我會把這個資料再過來 就是其實他就是帶這個式子 帶這個式子 帶進去 然後你就會變成 然後最後用這邊變成到這邊 當然是Ponticolor的方法 這應該是ok 然後 然後再把這個內容帶到 再把這個部分帶到這一邊出來 你最後就會得到這一邊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有好處就是說 這個每一個w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一個f 就是每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 aboring掉就是 他這個值太大 會爆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在算的時候是同時存在很多的w對不對 你就看你有幾個sample 你有幾幾個sample你就有幾個w 你要幾個sample就要幾個w 是嗎 對啊 沒有錯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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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等一下 大家再 先回到剛剛的這一邊 你有幾個 其實這個n分之一它 它基本上就是你有幾個sample 你就n大n就是多少嗎 對 這邊是要算平均值的對不對 對 它是用平均值 它現在本來是一開始就是 你等於是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normal的 它現在但是每一個g你都有一個w 對 那你有幾個g 你就你有多少個sample你就有 好 隨便買點 大概有到w 對 可能我這樣講有點 但是大家回去這個式子稍微帶一下 手腕一定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可以非常的開心 用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當然w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一個fxi乘以pxi除以qxi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rated important sampling 或者是unnormalized important sampling這樣子 它意思就是說 這時候你 因為我已經從p跟q都是一個normal來 就是它是一個距離分布 它基本是e 我已經把它更抽象化出來 就是我可以從p hat q hat這邊出來做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jubitre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jubitre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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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我們就實際上來做一下這個東西 這樣子就是 我就是要算這個積分值 簡單用monte Carlo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就是 它因為 我說實在我的程式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用一個簡單 就是python它有從負無窮大到3 就是cumulated distribution 那我一減到這個就是3到無窮大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是我正確 所以我把它當作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值這樣子 然後我推出來了 它就是0.00134 984 好 那我就是做幾個sample 一從100、1000、1萬、10萬、100萬、300萬、500萬、1000萬、3000萬 就是不同的抽樣數 我去看看它哪一個比較容易收斂到我正確的值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是抽 我是100的時候 你剛才可以看一下 senvory100次的時候 事實上它幾乎沒有抽樣到東西 這表示說事實上這個是 這個對P來講它是不好抽樣的 ok 你看到1000次的時候 它其實都還是比較低到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可能是在 這個是500萬 這個是1000萬 可能到1000萬才比較像樣一點這樣子 比較就是有一點接近這樣子 ok 然後就我程式可以 但是我覺得程式應該沒有只是寫的有一點是那麼的漂亮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做一個說 好 那第二個我們來講說 important sampling 那就是我們Q 我們就 好 那你 我們要大於等於3 那就是 好 我就把normal distribution的mean 我把它射成4 這時候我就比較好 好 抽樣了嘛 我Q是射成 我就抽樣我自己 那important sampling就是很簡單 就是 我看一下 我這裡有個ratio ratio就是剛剛講的是p3q這個詞 然後我就是看看它是不是大1等於3 然後把它整個架起來 好 我就看看就是 它在100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值 然後1000到100萬的時候1348 它就可以到 就可以看它整個important sampling就比那個還要更好得多 但是就是你可以明顯知道說 important sampling比一般的ordinary sampling好 只是我這個例子呢 我vk的important sampling並沒有比這個好 就沒有比上一個就是ordinary sampling好 所以我這個算出來就是100-1000萬 它可能要到這個是5000萬 這可能就是要到5000萬到1才比較熟 這個應該是13000萬這樣 那這個是為什麼我覺得有一點禍 但是我其實我還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樹上例子是說ordinary sampling 其實它會有 它可能在某一些比較極端歷史 它會有就是它的值太大的時候 怎麼樣它會爆掉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剛好可能剛好選到這個例子 它沒有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它沒有碰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anyway 只是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例子就是基本上就是monte Carlo 就是簡單的monte Carlo跟做impolence sampling 然後我再做vetted impolence sampling的一個例子這樣 OK嗎 有問題可以隨時可以 好那我們開始就是進到就是說好那 旁邊都講了怎麼跟這個reimpol上 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因為這邊後面可能會用到 我在用你這個東西我幫你講一下 就是說 哪一個 哪一個 好 我的重點很重要 就是說 聽到後面那個rl的部分 你再補充一下 對 我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larry這裡的例子 是用三分之一你來當例子 那其實你也不用 你比方說你切到上面 你算那個積分了 我們這裡的重點就是它那個sampling 你那個圖 你要畫那個圖好 假設我們畫這個圖 你一樣你是積分無窮大到無窮的 你做uniform sampling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估計出它的值 那你可以去算它的variance 它的variance會比較大 那你還是可以估計得出來 那你如果去加上 important sampling的意思 important sampling就是說 你去找一個 和它長的類似的痕數 用它來當sampling的方法 它那個值比較高峰的地方 你sampling取得比較多 那比較平的地方 你sampling取得比較低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important sampling一般也不難做 就是說你假設是 因為我們要準備在那邊同一片 你假設是長了某種樣子的話 那你用一個函式類似它的 把它蓋上去 把它蓋 那個差不多 畫得差不多 但是可以寫出函數形式的 這樣就可以當作 uniform sampling 那後面這個weight呢 weight這邊 因為我們物理好像也不常用 你在切到weight的那邊 weight的那邊 我再猜 它就是說你這個 你假設它這個函數 不只是x potential的時候 你這個函數長得很複雜的時候 那你的東西你是某些地方 你用簡單的important sampling 還是畫不出來 你某些地方可能要去加weight 我在猜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正不正確 因為這邊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後面的東西 也會用到這個畫不出來的方法 好 好 OK 然後我們開始進到R 我們開始 OK 所以 莫尼卡羅 從莫尼卡羅來看 那 就是我們剛剛有 Z啊 我們P啊 Q啊 這些東西在莫尼卡羅 是 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其實Z呢 就是我們的sample Sample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trajectory 他有時候用XI 對不起 因為我已經是鐵圖 所以他那個符號不一定你知道 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的軌跡 沒錯 就是我們的sample 就是他用trajectory 用absody 其實就是我們的 其實就很清楚就是剛剛的一次 一次的這個東西 又一次的這個東西 跟這個episode也是類似的意思 對 absody OK 好 那 trajectory是他的路徑 是那個episode裡面 哪一次他走 好好好 就是 但是因為我們要從 那個episode裡面 我們要看X 因為是post visit 所以他不一定是從0開始 那可能是從中間開始的那個 從那個X開始 我們要算得到最後這樣子 OK 那 OK 好 這邊我們有什麼 這個是書上就是說 我們單純假設我們是從S1開始S1 我們得到Tech Action A1到S2 整個就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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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看一下 看在下面 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講的都是配在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 那會不會我們沒有normal distribution 沒有 我們剛剛只有 剛剛normal distribution 只是當例子 我們講的是p 講的是q 那個都是abs 但是只有一個就是說 你的q 你的p有值 pxi是大於0的時候 你q也要大於0 就只有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並不一定是要normal 對 我在講 就是說他normal只是舉一個例子 其實與normal沒有關 現在monte Carlo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隨便畫一個很複雜的函數 那我一般怎麼算面積 能積分的我當然就去把它積出來 對不對 那積分是什麼積分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積分你是每一點 你如果用數字積分你是每一點 每一點去把它算出來 那monte Carlo不是 monte Carlo叫做隨機取樣 你只要去 你只要去隨機的取取取就對了 那你一開始 你如果沒有做important sampling的時候 你就是uniform的sampling 你比方說0到1 你去取這個sampling 那個複雜函數去把它取做 這樣還是可以算出值 但是它的variance就會大 你如果不做sampling的時候 它的variance就會大 那你如果對的它的 你如果比照它的函數的樣子 去找一個那個底下的那個q 跟它的fx長得類似的 去做important sampling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接近它的值 所以它剛才用那個 用那個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完全沒有翻譯 就是你任何函數 任何函數都可以用monte Carlo 然後來求它的資料 OK 那我們一般的就是在 Code Chain裡面我們想算一個tranetory 它的機率從s1開始 它的機率要怎麼算 當然說一開始initial 我到s1機率是多少 再來就是說我在s1的時候 我tag a1的機率 我following這個policy pi 然後s1 a1的時候 它turns intos2這樣的機率 然後去把它連繩起來 就是我的pxip p就是你可以當作pip 就是我的一個target的一個policy這樣 然後另外我有一個Q Q的話就是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叫做所謂of policy的一個模式 所謂on policy跟on policy就是說on policy 所以我在跟環境互動 那我學我也在update 我用一個policy pi 我也是就是我learn 我behavior都是follow這個policy pi 但是of policy是什麼 of policy就是說我想认的是pi 但是我沒辦法认到pi 我沒辦法直接用pi去跟環境互動 我只能用behavior 我用be behavior這個東西來跟環境互動 我用這個 這時候我再來估計pi 但因為現實生活裡面你大部分 你真的最想认的是pi的這個東西 大部分都是沒辦法直接的拿到 所以你基本上你就take in你的behavior 所以就是所謂的就是 因為它有一個詞在別的地方 它說就是take這個policy 但是我要去estimatepi 但是我是learning是用be出來認到 但是我要去estimatepi這樣 好 那這裡面就是 這裡面就出來就是所謂的 就是用important sampling的 所謂的z或者是xpq 它整個它就出現了 出現的時候就是它譬如說彼此相處 它wi就是相處出來 把後面的部分p的部分就是消掉 這個叫做tellation function這個東西消掉 你就發現 欸 後來我跟我這個tellation function 其實一定沒有關係 我反而是有跟我的palsy是有關係的 然後我就會變成是一個這樣 每一個Wi就是一個這個動作 然後叫做 你這一頁你這一頁就要補充 因為 你再拉上去一點 這個 因為後面的圖也會用到這個pi跟b 這邊我也是看了好久都那個 它有一個targetpad policy 一個behavior policy 那就是剛才Larry講的 我們會講of policy跟on policy 那剛才它有一個圖 你evaluation之後 然後modify你的policy 那那個on policy就是你modify那個policy之後 沒有再generate一個新的example 用舊的example 用舊的那是叫example嗎 用舊的policy產生的那個名詞叫什麼 產生的example還是rejective 用舊的用舊的東西一直維持用舊的東西 來訓練的叫做on policy是不是 就是說你不是會有什麼 你每次回來更新你的policy之後 那你如果沒有再generate一個新的東西 你利用舊的東西 你利用舊的policy產生的data來train 沒關係 等一下 因為你有資料 你有資料比較清楚這樣子 OK 那所以就是OK 然後它只有說important sampling出來 它的exploitation它也是e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昨天有聽到 有一個就是它最佳的 最佳的就是這個q你要用什麼 就是用z z剛剛講就是這個q的幾分值 就是除以出來這個值這樣 那所以有一個這個altering rating 這個其實這個表示是比較難 其實我們比較簡單的就是用這個詞的話 日本上就是一個用importance weight 然後n大有可能意 然後就是每一個g 我會有前面有一個weight 這個w w就是剛剛前面的這個w這樣子 ok 好 那其實如果你不是用這個 就是state value function 你用這個q的話 其實它的表示也會是一樣 只是這個g會變成就是sa這樣子 你是在哪一個state take 哪一個action所得到的一個 expectation 的一個value 那在這邊裡面它計算這個東西 它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叫做incremental 一個是none incremental incremental就是之前我們不是有算一個min的值 我們可以用這樣算 因為它是讓它的計算比較少一點 比如你要算g1到gn的一個平均值 假設你已經有gn減1的話 那我gn減1可以繼續用 然後再加上這個東西 這個是incremental 那我們先算incremental的一個值這樣 那這邊是incremental的值 因為它的算盤裡面比較稍微有點奇怪 這邊我大概再講一下就講完了 ok 就是說 但是這個我是從別的地方copy過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就是我們先回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想要算的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 就是每一個end home 有一個summation 這個是分母 它等一下會有 第一部分子是分母 end的部分子是分子 就是numerator跟 you know nature這樣子 那分子的部分 它需要用w再乘以這個 乘以一個值 它可能 然後最後就是這樣起來 所以q一開始 最所有的state action 然後我平衡就是q的值是arbitrate numerator就是分子的部分 sa讓它一開始等於0 然後numerator分母的部分 我一開始也讓它等於0這樣子 它是一個arbitrate 然後這個pipeline就是我們的b 因為它這個用的符號不一樣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a我們就是隨便選一個 就是一個pipeline這個policy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它就最後最新的一次就是a超 就是最新的一次這個時間點超 它跟pi的s超不太一樣 在不一樣的時候 然後我們開始計算去update它的質量 這裡有一個就是w 比方說w就是要用這個相乘的分子1去期待 這邊我看了很久很久 就是我一直看不懂 但是後來我在某個地方 我終於看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w應該是要用這樣子去連成的 那記不記得說 我們的pi是deterministic 所以我們都是取at的話 就是那個a 那個我們要選1 其他通通是0 所以這個是1 懂了嗎 就是我們要取的就是 因為pi的那個部分就是取的 就是1 其他就是等於0 這個部分我真的叉叉的在這邊聽了好久 這樣子 就是一直找不清楚為什麼 這不是應該就是要用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還是用這個東西這樣 OK好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pi它是一個就是deterministic 反正不管它pi 我真的要認得它就是tag就是最 所以就是它都取那個rmax 那個action 就是最大詞的那個action 但是我的be我可以去做exploration 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斷的去嘗試 就是我可以用epsilon salt這樣子 所以它用這個方法 然後去得到這個字這樣 OK 然後numerator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 剛剛不是講這個summation 它要加它一個w 稱為它的那個g 這個r在這邊就是它的g 然後就是分母的部分 它不是summation w嗎 它新的w進來就這樣去 qsa就是行 就是主 就是主話就是它再把它就是進來 OK好 那policy它就有一個這個部分這樣 OK好 那就是這個nsa 這個詞等於是我們在上面的這個動作 dsa就是我們等於這個動作這樣子 那qsa就是我們這個部分這樣 所以希望用一些符號一些算式 那等一下我們看到incremental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會比較 那incremental就是我們本來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我想這個式子應該是沒有 這個alpha其實就是這個動作 那在important sampling裡面 就是事實上我的plicy是pi除以b這樣 我只要v去estimatepi這樣 那我就會有一個這個算式 這個算式的一個證明呢 有一個我有主要有一個大家可以看 其實它其實就是把它展開 大家可以去看 那其實沒有困難 但是就是長得比較符號比較多一點點 它其實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v你可以用q存外帶 其實它是一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最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pulicyincremental的部分 它其實它就是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式子其實就是等於這個式子 那其實是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要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我有一個一直不太清楚的就是說 它在計算的時候它是從backward去算回來 然後它一直講說它是最新的update的那一個 就是說它的要跳拍回去是從at不等於pist的時候 它是跳拍回去這樣 那這邊我一直都知道我一直看不在頭 等一下如果有清楚的 我覺得它其實想要 因為那已經是deterministic了 它是決定性的策略 它是想要保證說你的那個mu或b它的 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但是它為什麼是最後的那一個 而不是從最前面的那一個 我覺得every visit 大概從前面 在第一筆 第二次第三筆 你可以這樣數 它只是從後面開始數 然後一個好處是說 你每次拿到這裡開始數 你可以用前面那一個的reward來 再加起來 就不用總數算 我以為 這樣 那它前面的怎麼辦 就在更前面那個時候的visit 可以用剛剛用過的那些再加起來 就不用 我以為 那你可以做一個就是說 每次fresh every visit 你就是從前面開始 我好找什麼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的reward怎麼辦 沒有它是first visit 它整個算法都是 對啊 不過剛剛應該是最後一個那個block next every visit 是嗎 是不是 不是不是它都是它整個在這裡面算 都是first visit 它沒有every visit 對 不過也一樣first visit 也一樣就是說 你 就為什麼會有那個跳台的 我覺得就是你剛剛講的 它的拍想要保持跟new 對 對一樣 我這時候譬如說 因為我通常在這邊就是說 好假設我有一個track 我從s開始 我是prorose visit到s 然後through level 我跑了很遠 我做了很多的action 那我可能有幾個action 跟我的那個是 是跟我的拍是不一樣的 我不是從前面 而是從後面 這時候我通常我就 在這邊就打結了 我就有點不太清楚 沒有講清楚 不過如果說我們今天要比 像你如果從first visit 你從前面開始看的話 那它拍是什麼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 拍是max 對 就是說 它假設是說 第一個max 就跟我的v不一樣 跟我的bicarious action 是不一樣的時候 我應該從那邊開始做update 不過沒有東西可以max 會不會 因為拍根本無從 不會 它一開始就是 它有一個initial的 arbitrary的詞 它不管它是錯的 它也是會做這個動作 好 好 沒關係 我這個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 各位 我已經講明了 我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等一下 或許 或者在一起討論 都可以這樣